稍微做個複習 第一個就是說 我要在底下做一個剛剛那個內Bot 就有四個東西 那怎麼做 第一個業尾找到了 然後在業尾的地方先做什麼 第一步請記住 先把業尾選取好了 在這邊插入版面有個DIV 也就是內Bot一定要有個DIV 而且記得是在業尾的地方 然後按個確定就可以了 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會出現有一個 這邊先選取 在這裡面的話 先插入一個什麼 或者是 這乾脆把業尾先刪掉 然後插入一個DIV 再來插入點按確定 好 這個時候會出現什麼 新增標籤有沒有 實際上就DIV頭皮DIV尾 那接下來把那個我們有四個名稱 複製一下 那你就自己打上去 或者是從別的地方複製 貼上 貼上之後呢 特別注意 先把這裡面 先改為那個項目符號 項目清單 1234 特別注意 它的結構一定是這樣子 UL 有沒有 項目符號是這樣的 UL 斜線UL DIV是剛剛加的那個DIV 所以它是項目清單外面包一個DIV 那設定的話 特別注意 請特別特別注意 千萬不要在UL上面做任何設定 一定是它外面這個 所以你要選的話 怎麼選會比較簡單 幾個方法 第一個你這樣選一定選不到 我建議 請特別注意 在那個 那個什麼 要不你就是從這邊去選這樣子 但這樣好像比較難 還有什麼方法 請注意看下面 有沒有 UL 有沒有看到 如果你選UL 它就幫你把UL選起來 DIV 它就把它外面那層DIV選起來 或許用這邊來選 應該也會比較沒問題 所以這邊還有一個什麼 還有一個機關 這個好像之前在選那個表單的時候 我也教過各位 好 再來的話呢 切到哪裡 檢視標籤這邊 找到JQ Mobile 的 什麼呢 Data Row 請你把那個Data Row 找到 Data Row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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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w 有點像是 這個清單的角色是什麼 那我要是NetBar 所以你把這個地方改為NetBar 好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的NetBar就建立起來了 那你特別注意 如果沒錯的話 應該一定是UL的外面 會有一個DIV 它的Data Row 是NetBar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恭喜你 你這樣應該就做完成了 第二個是 做超連結 這個連結到哪裡 連結到那個 頸 HOME 一個是HOME 然後Page 總共會有四個連結 那這個的話是連結到那個 頸 我這邊是叫Page1 然後其他的話Page2 Page3 好 那再來 點它喔 因為你現在看的話呢 它應該是長這個樣子 在下面 而且會多一塊對不對 所以記得 沒有ICON 所以記得怎麼樣 先把下面這個地方 它會多一個東西 把它怎麼樣 清掉 就這個啦 其實你會發現 你選一下 油標在這裡 把這個HEAD 有沒有 頭尾 它其實有個空白 刪掉 切過來看 應該下面那一塊就不見了 再來就插什麼 插它的那個 它的ICON 所以呢 請你把它的ICON 改一下 這個也許叫做 所以DATA什麼 ICON 記得喔 郵標請你點 攝影名稱 有沒有 這個地方 郵標放這裡就可以了 找到它的DATA ICON 它的ICON 也許給它一個INFO 就是它的INFORMATION 然後這個的話呢 是給它一個 也許是一個GREED 好了 它的一個GREED的話 就是表格 不是跟這一樣 GREED是它的表格 那也許相片欣賞的話 也許我給它一個叫 Gear 我好像叫用START OK 就是一個信號 那意見的話呢 也許給它一個什麼呢 一個CHECK CHECK就打勾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把ICON 通通都設定好了 記得 郵標放這邊 再去更改它的DATA ICON 至於呢 上面的ICON 代表什麼樣的圖形 請各位參考102 APP裡面有一個圖 總共有17個 好 那即時看一下 這個時候的話呢 下方就出現了 但是會有個問題 就是呢 將來如果你要捲動到下面 或者是說它可能太短 它會停在中間 這樣感覺怪怪的 所以上個禮拜有講過 如果你要固定在下方的話 記得還是最後做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喔 記得齁 也是一樣啦 選的時候 請記住選到哪一個 選到Footer 那怎麼知道是不是Footer 你可以看一下 點這個框框有沒有 這有點不好 點那個框框 它會上方出現一個Footer 或者是說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 最重要是看這裡 這個比較準 它如果是Data 如果是Footer 那或者是說 你游標放這邊裡面 然後點 什麼UL 再來外面這個是DIV 這個DIV是NetBot 在外面一層 就選到這個Footer 然後呢 記得喔 把它的頁面固定在下方的話 還記得哪個標籤嗎 Data什麼 DataPossession 位置 Possession 所以是P開頭的 Possession 改為什麼 Fixed 就是固定的頁面 這個意思 很好記的 就是它的Possession 就是它的定位 定在固定的位置 那意思就是說 無論它怎麼捲動 它都會在那個地方 我試過還蠻流暢的 因為手機裡面 你們自己玩玩看 多裝幾次 還蠻快的耶 大概一兩次 就可以完成 所以如果你是業務人員 我覺得你可以把你的DM 全部都改成APP 然後給人家QR Code 放在你的名片上面 人家掃一掃 App裝起來 你的DM就有了 對不對 然後再加一個你的電話 聯絡方式 馬上就可以很快的 而且人家只要裝了你的App之後 它很方便啊 按下去就有了嘛 它如果要跟你定什麼 你還可以加一個聯繫方式 最好它也方便 你也方便的方式 打電話也好啦 或者是說 如果你不方便接電話 那你可以給它一個留言 留一些訊息 或者讓它選的方法 這樣不是皆大歡喜嗎 OK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做完之後 即時一下 下方 捲動一下 有沒有 它永遠會如影隨時 在這個地方 OK 這裡的話呢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那做完一個之後 請你把它複製貼到其他的 因為其他都一樣 那記得喔 選的時候也是要選這個Footer 對不對 然後把它Ctrl-C 確定一下它 Ctrl-C 移動到人家的頁尾 這個 把它怎樣 貼上 有沒有 頁尾 貼上 有沒有 一次就搞定了 貼上 那這樣的話 再Save一下 預覽 欸 這個 第二個 過來了 第三個 第四個 OK 好 沒問題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這樣的話 一個基本的架構 版型就有了 基本上這個可以做很多事情 再來就是說 如果你有很多DM的話 就是今天講的 裡面的話有很多圖嘛 你如果要讓人家看圖的話 你也可以怎麼樣 可以就是說 讓它做動態的 下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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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讓它下一個 可以讓它一直看 然後 最後的話 底下有個什麼 跟你 與我聯繫 那這樣 然後呢 也不能黑黑的 所以變給顏色吧 那不過預設只有 比較可以看出顏色變化 大概藍色跟黃色吧 如果你要更多顏色 上個禮拜講過 很快一個APP就做出來 那今天大概會多 動態的啦 不過動態的話 可能要學會JavaScript 但是我們可能沒有那麼多時間 講那麼多細節 所以我會把程式碼給你們 告訴你們怎麼複製怎麼貼 以後的話呢 稍微修改一下 其實就可以完成 觀念清楚就可以了 然後可以動態 再來後面可能有動態的地圖吧 地圖也可以做成動態的 比如說 以後你有個地址 也許 像如果做仲介的話 它不是有很多房子 如果要讓它看location 就是跳到那個地圖裡面 而且那個地圖還可以看街景 那就更棒了 太好了 如果你是導遊對不對 你就乾脆把所有 出發前的一些 所有的東西把它做成那個APP 對不對 然後 甚至還可以加一個 什麼定位之類的 反正就是 至少讓使用者知道說 我們將來要去哪些地方 那馬上就顯示出來了 那感覺完全是不同的 哇 你這導遊實在太厲害了 這是要科技導遊了 對不對 如果你全部都可以把這些做好 不得了了 這感覺 又是另外一個世代的東西 對不對 所以我們上課也是這樣 那我應該做一個APP 導遊上面再加定位的話 就不怕走掉 對啊 沒錯啊 可是問題來了 就像有一些 就像你問的有沒有 如果像藍牙 或者是說你要用Wi-Fi 或者是用location location可以 但是如果說你要再 再多一個功能 有的時候就是 會有一些底層方面的限制 但如果你繡東西是OK的啦 但是如果你要牽涉到一些底層的設計 可能還是用 對 對 Eclipse 所以你會想說 如果這些都OK 那Eclipse不就 就不需要了嗎 不過 這種東西就這樣 再高層可以啦 那第一 不過能夠 這個可能就是再看看 也許它有support的話 那你當然就盡量 如果不需要什麼東西都自己寫的話 就像說你的零件 光滑上常買得到 你就不需要自己去開發那個 那個零件的嘛 不然你還要再怎樣 自己自己個 弄個 去設計那個chip吧 不用吧 有現成的就用人家有現成的 不過我想 應該JCMOBA將來那個 相關底層的韓式庫 我想它應該要慢慢補充才對啦 OK 試一下 所以請各位先生